想先帶來關心新聞焦點 美國馬里蘭州報社遭到槍擊 至少5人死亡 案發當時記者冒死發文描述現況 川普出席鴻海美國新廠動土典禮 董事長郭台銘以報恩形容再美投資 中共5星期公然入侵台灣街頭 專家建議參考國際趨勢 立法防衛台灣 台北數位產業園區正式開幕 市長柯文哲親自體驗 用虛擬實境飛越台北 更詳細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百間八點新聞